研究机构表示了iPad系列产品出货的旺季已经过去了 苹果也预估低进iPad产品的出货可能会大幅下滑 在淡季效应和库存调整之下 季减幅度会达到52% 这使得触控面板厂商受到的压力不小 那橙红可能会受到影响